爸爸 你好了没 爸爸 你好了没 还没好 你去楼上的厕所 我在里面 你还要多久啊 我快忍不住了 来啦 喝好了 又不行了 你们这是怎么了 哎呦 我们可能失误撑头了 我和哈小龙跟你们吃的一样 怎么没事呢 大概因为你们是外星人吧 这 这可怎么办 哈哈 地球上有一种科学家叫微生物学家 专门研究细菌病毒这些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 我知道了 只要我获得微生物学家的技能 就能确认你们感染的是什么病菌 就能知道怎么治疗了 全靠你了 现在我就是微生物学家哈哈了 啊 兰兰 为了确认到底是什么让你们拉肚子 我能不能到你们的肚子里去看一下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 你 你 这么大 怎么到我的肚子里去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把微生物学家宝石装在飞船引擎上 飞船就能变小 我就能到你的肚子里去了 原来是这样 哈小龙 别傻站着 这可是征服地球的好机会啊 为什么 是因为妈妈拉肚子了吗 笨蛋 是因为病菌 病菌 病菌只会让人类拉肚子 对我们外星人不管用 这不是用来征服地球的最好武器吗 对啊 你跟着哈哈一起到兰兰肚子里去 收起一些兵菌带回来 我们就能用它来征服地球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你能带我一起去吗 为什么 因 因为 因为你在兰兰的肚子里又要开飞船又要找病菌 多个帮手多分力量嘛 好啊 没问题 谢谢你哈小龙 嗯 给 我们在你肚子里的时候随时保持联系 好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时空胶囊 一会儿飞船变响后 你把飞船放到这个胶囊里再吞下去 否则飞船可能会划烧你的食道 还会被你的蔚叶融化的 好 哇哦 飞船变得这么小了 别怕 哈哈 你们怎么样了 啊 啊 还有多久才到头啊 快了快了 前面是奔门 过了奔门救到位了 啊 来了 我们刚刚通过你的食道 现在 到了你的胃里了 哦 我的胃看上去还好吧 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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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为胃叶融化了 呃 你的胃好得很 正在消化我们呢 我们得赶在胶囊融化之前离开这里 又快点儿 再快点儿 我可不想变成蓝蓝的夜宵 前面是幽门 过了幽门就到小肠了 小肠里有危险吗 放心吧 小肠是安全的 总算能松口气了 啊 这是什么怪物 别怕 这不是怪物 这是双齐赶军 发现细菌了 是不是它害我们拉肚子的 双齐赶军是好的细菌 它在人的肠道里 可以提高钙 铁银的利用率 促进铁和维生素D的吸收 还可以产生多种维生素B 和氨基酸呢 这么一说 这双齐赶军看起来 还有点可爱呢 那是什么细菌 是好的还是坏的 那是氏酸乳赶军 也是好的细菌 它可以帮助消化牛奶等乳制品 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乳酸 酵素 抗生素 和维生素B 哇 蓝蓝 你的肚子里有好多细菌呢 密密麻麻的 数也数不清 啊 我有一肚子的细菌 这可怎么办 别担心 正常人的肠道里 有一千多种细菌 总数可以达到几十万亿 是人体所有细胞数量的十倍呢 这些细菌平时和平相处 只有失去平衡的时候 才会让你生病 刚才看到的双齐赶军 和氏酸乳赶军 都属于乳酸菌 能帮助你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 那 蓝蓝肚子里的细菌平衡吗 让我来统计一下 小肠这里的军群正常 看来问题出在后面的大肠 走 我们去大肠看看 大肠里是干的 是啊 小肠消化剩下的食物残渣到达大肠 大肠进一步吸收掉食物残渣里的水分 最后就形成了粪便 不行 这样看不清楚 我们得出去看看 什么 外面一定超级臭 我不要 你什么意思啊 是你的 你要来的 现在反悔了吗 好吧 好臭 带着防毒面具也能闻到臭味 你够了 在那里 好恶心 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这是大肠杆菌的一种 大肠杆菌 一定是他让我拉肚子的 大肠杆菌也有许多种 这种大肠杆菌是好的 哦 原来是他 没错 这是长出血性大肠杆菌 是一种治病的大肠杆菌 就是他让你们拉肚子的 我再到前面去看看 统计一下数量 那我就留在这里看一首飞船 好 哎呦 太热心了 我下次再也不来这地方了 蓝蓝 我已经确认了 你们拉肚子的原因就是长出血性大肠杆菌 哦 我知道了 那你们快出来吧 呃 呃 那个 你要到厕所去准备一下 知道了 是长出血性大肠杆菌害我们拉肚子 那要吃什么药呢 抗生素还是止些药 其实不用吃药 嗯 你们要做的就是多喝水 卧床休息 适当补充电解质盐分 靠自己的免疫系统就能战胜病菌 折腾了半天 原来我只要喝热水就可以了 至少我们可以安心了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我们得找到病菌的来源 防止再次感染 长出血性大肠杆菌通常来自于家畜的生肉 或者是被家畜粪便污染过的水果蔬菜 啊 我想起来了 昨天我切完牛肉 没有洗砧板 直接在上面切了苹果给大家吃 原来你才是罪魁祸首 带来了吗 带来了 嗯 怎么是空的 我们从兰兰肚子里出来之后 就恢复到了原来的大小 大肠感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变大 还是那么小 所以看不见 哼原来是这样 那还等什么 赶快行动吧 慢 洗过手了吗 洗过了 是用洗手液洗的手吗 用的是这种能消毒的洗手液 砧板消过毒了吗 砧板和菜刀都用开水煮过了 生熟分开 做得好 七十五度以上的温度 就能杀死长出血性大肠杆菌 嗯 蔬菜和水果呢 放心吧 我赌上家庭主夫的尊严 小菌菌 菌菌覆灭了 终于完成了 不就是一根棍子嘛 这可不是一根普通的棍子 这是如意清洁棍 除了扫帚 还能变成拖把 吸尘器 打垃圾 擦窗机 唉 你的作品算完成了 我连灵感都没有呢 同学们颤抖吧 这是我的消防人机器人 晴空一号 有水枪 还有灭火箭 哇 还有消防云梯 太酷了 走开 不要打断我的思路 哼 我看你就是杜贱 好可爱的兔宝宝 你拿兔子来干什么呀 又不是你发明的 我发明了一台宠物饲养机 养小白兔 生下这对兔宝宝 比灵星可没有这么可爱的物种 它们多大了 刚出生一个月 不过两个月大的兔子 就能生兔宝宝了 每个月都能再生出一对兔宝宝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要是这对兔子 按照每个月 生一对兔宝宝的速度繁殖下去 一年以后 一共会有多少对兔子呢 这还不简单 从第二个月开始算 不就十一对兔子吗 没那么简单 它们生出来的小兔子 过两个月也能生小兔子了呀 再生出来的小兔子 就是兔孙子了 兔孙子过两个月 还会再生出一对兔虫孙呢 兔爷爷 兔爸爸 兔孙子 兔虫孙 别问了 兔爸爸每个月 还会增加一对弟弟妹妹 也就是兔叔叔和兔婶婶 兔叔叔和兔婶婶每个月 还会生一对兔侄子和兔侄女 天啊 我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 恐怕只有数学家才能算得清楚吧 数学家 有了 哈哈 你能变成数学家帮我们算一算吗 为了这个兔子问题就要出动数学家 未免也太大才小用了吧 这个兔子问题听起来简单 算起来可不简单哦 好吧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数学家的威力 请叫我数学家哈哈 嗯 怎么没变化呢 数学家有这个就够了 走 兰兰我带你去数学宝库寻找答案吧 好壮观啊 这一个的格子是什么呢 这是保存数学知识的抽屉 每一个抽屉里面都是一条数学定理 为什么有的抽屉是打开的 有的是锁着的呢 打开的抽屉是数学家已经证明成功的定理 可以直接进来使用 锁着的抽屉里的至今还是个谜 原来是这样 这是干嘛的 这是提问书 在上面写下数学问题 如果有答案的话就能在宝库里找到 太好了 你看 那个抽屉里有答案 别怕我们飞过去看看 黄金树猎 关于黄金树猎的知识都在钢笔里了 哈哈哈 我想出来的兔子问题有答案了吗 兔子问题可不是你第一个想到的哦 早在八百多年前就有一位名叫斐波那契的意大利数学家提出了这个问题 然后他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个神奇的树猎 所以后人就把这个树猎称为斐波那契树猎 又叫黄金树猎 别卖关子了 斐波那契的黄金树猎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我来画一张图你们就明白了 第一个月只有一对兔子 第二个月还是一对兔子 第三个月兔子长大了 就生下了一对小兔子 这时有两对兔子 第四个月原来的兔子又生了一对兔子 这边呢还没长大 所以是三对 第五个月总数是五对 第六个月新出生了三对 加上第五个月的五对等于八对 有人发现兔子数量增加的规律了吗 一一二三五八 我找到规律了 从第三个月开始 每一个数字是前两个数字之和 二等于一加一 三等于一加二 五等于二加三 八等于三加五 对了黄金树猎的规律就是这个 那第七个月就是五加八等于十三 第八个月是八加十三等于二十一 接下来是三十四五十五八十九 第十二个月就是一百四十四 我知道了兔子问题的答案是一百四十四 那斐波那契数列为什么又叫黄金数列呢 你把这个数列里的每一个数字除以下一个数字 再来看看 一除以二等于零点五 二除以三等于零点六六七 三除以五等于零点六 哎 到了后面这个数字就稳定在零点六一八了 对 一比零点六一八就是最具有美感的比例 所以叫黄金比例 你们地球人已经运用到很多设计领域当中了 什么 一比零点六一八 听都听不懂 我的小花最美 它才是黄金比例 哈小龙 你总算说对了 嗯 许多植物叶子生长的间隔接近二百二十二度 正好是三百六十度的零点六一八倍 叶子按照这样的方式生长 就能够避免相互遮挡 最大程度的吸收阳光 还有松果上的螺旋线条 顺着数八条 反着数十三条 向日葵花盘顺数二十一条 反数三十四条 相除都接近零点六一八 所以它就被称为黄金数列 哇 数学真是太神奇了 哼 又是零点六一八 连我的小花都不放过 光生器有什么用 既然黄金数列这么神奇 那我就用它来制制地球人 啊 嗯 要不我也去买一堆兔子来 我要兔子有什么用 嗯 有了 我的晴空一号不见了 你们谁看见了 没有啊 不行我们没看见了 对 兰兰 是不是你妒忌我的晴空一号 把它偷走了 我才不稀罕呢 颤抖吧地球人 这是我用黄金数列改造的黄金武士 你们将是我的第一批试验品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不是我的晴空一号吗 怎么被你改装成这样子了 太丑了 还是还给我吧 是啊 阿小龙你别闹了 快出来 乖 阿小龙你疯了 我可是要征服地球的黄金武士 瞧瞧我的黄金螺旋枪 正旋十三条 反旋八条 哈哈哈哈 给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威力 哈哈哈哈 我的黄金数列厉害吧 好啊阿小龙 你来真的了 看我怎么治你 你吸引住阿小龙 我和哈哈来找出他的设计原理 好 哈小龙 你剽窃我的创意 有本事 你先打败我 找到了 黄金数列的螺旋能量 就在这里 太好了 可是 怎么去攻击那个位置呢 借用一下 尝尝我的黄金螺旋枪吧 住手 你的对手是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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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走又推 旋转它吧 不易黄金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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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 我的青空衣厂 这是我发明的太阳花电池 它的每一片叶子都是一块太阳能电池板 叶子的排列方式按照黄金比例 间隔222度 这样的排列方式让上下层的叶子不会遮挡 能最有效地吸收太阳光 卖手办了 好漂亮啊 有没有想过做一个真人大小的黄金武士 你干嘛哭啊 被谁欺负了 为什么我要做地球人的奥数题 少废话 数学宝库里还有许多没解锁的数学定理 要是能解开这些定理 一定能征服地球 我讨厌奥数